那最后是由老贼这里来操作女警 G燕这里的下路 那这样就要看生命的一个泰坦 就是小狗这里的一个训练赛的风格 他是很喜欢弄的 就很喜欢跟小明两个人去操作对面 是的 一集团感觉要爆发战事 这边小明会选择盲勾吗 我感觉应该得盲勾一下 但是如果 小明要找到了 直接勾 但是对面也是四个人直接反打 因为小明吃到一个Q 是被打出一个一血 好业这里 但亚卡下边缩掉 又是拿到一个人头两边 还在看第二波的一个交战 这感觉节目得拉开了 无知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爆兰一个Q伞是直接进步到了 新一新一 但是有一个快速拔枪 往后拉开以后再交伞 却是把老贼过来想点 只能点到西门夜说 最后两个人都被收掉了 爆兰队的双C再各拿一颗人头 好业已经进到了野区 先放F6的一个眼 再蹲 那这个位置如果不往下走 就是想抓中 先换一波雪 到次次中 那西门是一个半雪的状态 也在塔前清掉 但防御塔并没有出手 好业要出发了 知道是没有闪现的 那这样的话 西门没有闪现 好业这波 事迹 就已经是埋伏很久的一个 Gank是顺利的拿到的人头 因为上单现在两边都是有TP的 但是有一个老后演会 感觉大哥是要踢的 蓝波的老后TP 双TP 这波如果还没有抓到 那可以说局员就直接下班了 蓝波的大招是直接一个横线 两个人都给减速 自己引上了司马老贼 而西门夜说则是配合另外的队友在后方 两个人头也都未给了物资 但这个时候中塔怎么办 必要反应也很快 两个人直接开始推中了 就物资的卡杀 还是令我们非常的期待 但是中路这里 双人组一直在推前要给压力 绕过来的一个服务 局员那边是想包上路这个夕阳 但是纳尔是一个被打大的一个情况 并且已经是被纳尔给轻掉了 纳尔想找一个距离拍 但是史登平给一个大招 再扛塔 这波操作得非常的完美 但是被推回去的一个勾勾硬 可能 有盾吗 有盾 我以为不交伞会死 但是勾勾硬是算到了自己有盾 但是下路这里 好业没有去参加到招战 选择来帮小冬北快速来拆防御塔 人头数字已经被局员给搬了回来 物资想操作 扭掉 飞过来 感觉是有机会单杀吗 但是赶掉了宝兰 没有救到 西门尔索也跟过来 拿到了一个助攻 再往前 打出宝兰那个闪现 还有两张的停步属性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没有视野 没办法 屏开最后一下 小冬北准处准勾过来 直接给一个怒放 留住以后远方还有一个 德马西亚的一个强光 郝叶最后一下品A带着新之刚 拿到了西门叶索的人头 就会去摸掉中塔的很多血量 但是这里郝叶要来出几了吗 一个大招 固执选择靠墙 最后一点点的位置并没有被 走位直接扭开 大招拉回来 但是引刺到了一个盗刺 但是一个单体的盗刺 进度时间没有那么的久 没有被接到一个控制 打出一个名的闪现 另外面勾勾一在隔墙 正面勾到 要给大招吗 藍波大招还差7秒不好意思 但正面已经成功地培育 利用新一的一个男嘉 收到这个人头 新门叶索这里 刚刚一个一技能 稍微留一下 再闪过去 新一也只交出进攻闪现 藍波这时候大招 打出小东北的一个闪现 郝叶见到鸡不可思过去 刚好混 但吃到了一个盗刺 没有办法聚集 前面还有一个小蛋糕的 一个小蛋糕 是 正面 纳尔先过来 毕竟本身是一个 可以充当尾前排的一个角色 后面四个人是要直接抱过来 郝叶直接一个移去塔尔 冲冲冲过来 但是小明过来打 自己是被抓了回去 这时候一个腰带 乌兹选择交闪拉开 小明这个位置实在太危险 太深了 那利用新一一直在迭路 选择跳进去 乌兹这个位置 被四个人直接毒打 大哥感到能救出乌兹吗 乌兹已经倒下了 但大哥这边的伤害也不低 而且卡扎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伤害 也带走了四马老贼 正面郭公英 用精神拖运一个时间 但西门叶索这边 黏上以后 交闪线 郭公英最后一丝血 并没有找小弹 小东北跟宝兰 那个平A指甲在West Door 则是被夕阳给击杀 因为也没有两边 现在两边应该都没有 想要去抓边线的一个意图 这个位置应该是想要回顶 但郭公英并没有回顶成功 正面的一个减速也没有给到 但是这里被控住了 后方那个新一吃到了 控制技能 没有选择交闪直接被秒 小明这个血量也很危机 被点了一枪爆头 以后血量非常的低 乌兹只能利用自己一个 机箭操线往后拉开 但郭公英怎么办呢 警告警告 开了一个自己刚买的一个精神 在这个位置是等死 而且浪子单飞还在 一千两百万万 直接狙死了乌兹 把他秒了 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 是一个辅助会在这种 视野争夺拳上面死掉 对吧 因为新一这时候 甚至还是站在岸上 是的 一一技能滑不完以后 直接吃到火箭又带过来的 一个怒放 然后接个道次 远方宝兰给了一个大招 小东北一个Q技能 一段的伤害 就直接拿到这颗人头 然后乌兹残血 想拉走 西门这时候 还有两段零破突袭 一个R过来 过头了 你有罪 我直接判了 这波就是属于 没配合好 挡到的话 西门确实也不会死 是的 宝兰的拉克斯 又是干锅又是救赎的 保护手段太多了 乌兹是W中了上去 操作一波 在我们刚刚没有看到的一个镜头 确实是中了 飞过去 旁边有个蝎子啊 水银解掉想硬点 乌兹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机会 但好业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想要上去开一团 居然抓到机不可思过去 想要硬杀好业 三个人勉强容易把这个人处理掉 但是唐玉塔已经被点掉了 乌兹刚刚去单人切入的一个结果 让这一波 他们没有办法后续打一波 同等人数差的一个团战 西门在这里藏着 但是已经被发现了 皮皮过来的大哥怎么办 有金森吗 先看一下金森吧 金森CD没有好 电龙再过1分40秒 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波 来看一下这四件套的一区 西门大概掉了1000截左右 这边想直接硬开掉 好业好业开了一个很厚的一个护盾 这边魅惑到了一个 小冬被给掉了 好业这边过去只潜到一个 西门业说还有一段零波图形 拉开 心里这边凤凰的在点 四帮老天能点死吗 没有点死老天一丝血 还回了一口 然后拿到一个Pentakill的武杀 开赛的第一天第一场 就拿下武杀 这就是威冕冠军的实力吗 我们在镜头上 巫师也是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但是没有关系 这才是节目战的第一把 每个队伍都要在我们的 这个循环赛里面来战持一把 殊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怎么去调整 但还是让我们先恭喜宝兰BL战队 拿下我们S2传奇杯的一个开门火 恭喜 恭喜